各位好 欢迎加入12月4号 星期一大爱午后新闻 我是林国新 头条焦点带您看到 联合国最近公布了一份报告 今年是我们度过地球史上最热的一年 也因为热 或许有不少人的口头禅都会说 真的是热死了 的确在欧洲这两年 因为热浪来袭的关系 经常有传出热死人的新闻发生 而且因为热浪死亡的 大多都是高龄的年长者 他们可能因为缺乏对高温来做准备 死因多半是热衰竭导致脱水 甚至本身的慢性疾病 而引发其他的症状 还有越来越多的证据也显示 天气热的确会提高死亡的风险 最新发表在知名医学期刊上头 刺鸽针的研究报告就显示 全球再不对气候危机 采取立即强烈的行动的话 将会导致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了四倍 而这份报告是在联合国第28届气候峰会之前公布的 因此正在杜拜举行的大会 将会讨论有关于气候变化 对健康的影响 刊单在知名医学期刊里头的这份报告 由全球100多名的医师科学家还有经济学家组成的跨国团队 他们分析47项的数据总结出来的结果 当前地球平均每秒是排放出1337公吨的二氧化碳 我们的减排速度根本是跟不上的 必须要尽快对气候危害的程度 控制在卫生系统可以允许的水平内 否则暖化加剧的话也将导致营养不良 寄生虫感染以及呼吸道疾病的人数也会快速的暴增 要逐步淘汰化石燃料 联合国气候峰会传出了好消息 与会国家是成功凝聚了一项共事 有将近120个国家都承诺 在未来七年之内会把全球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增加三倍 不过包含了沙烏地阿拉伯 俄罗斯还有伊朗等主要生产石油的国家 还有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中国大陆都没有参与 另外一方面 占全球四成产量的石化业者也做出了承诺 他们要在2050年之前 让公司实现净零碳排 并且要降低甲烷的排放量 这听起来利益虽然很美 只是环保团体就担心了 这只是提高产能的烟幕弹 来自不同背景 诉求却只有一个 终止使用化石燃料 联合国气候峰会场外 民众的心声终于得到正面回应 将近120国也就是超过半数国家承诺 在七年内将全球再生能源发电量增加至目前的三倍 朝摆脱化石燃料迈进 美中不足的是 沙烏地阿拉伯 俄罗斯和伊朗等主要产油国 以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 中国大陆都没有签署协议 除了各国政府 石化业者也作出承诺 不过 环保团体却忧心 这只是声东几西之策 不少环团担心石化业者只是企图漂绿 因为即使生产过程能够脱炭 化石燃料售出后 照样会产生碳排放 国际能源总署也表示 石化业占全球碳排量15% 应该提前20年 也就是在2030年 达到生产过程净零排放 大爱新闻 江玉婷编译 相关报道要看到现今气候异常最大的原因是人们燃烧了煤炭石油还有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造成全球暖化使得地球的平均温度呈现了节节攀升的局面而各种气候现象当中还包含了干旱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现在都面临缺水以及谷物收成短 很少的情况 这一届COP28气候会议上就发布了全球干旱快照 报告里头特别说到了 全球各地干旱的频率还有严重程度正在增加当中 这是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况 想要减缓这个窘境的话 联合国的防治沙漠化公约特别就提交这份报告警告 如果全球平均的气温上升涉事三度的话 预计会有高达1.7亿的人口会受到极端干旱的影响 还有不说您或许不知道 目前这个荒漠化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地球上有四成的土地已经是旱地 而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们是居住在干旱的地区 所以荒漠化势必是不能忽视的全球性环境 以及社会难题 第二十八次气候变化峰会正在杜拜举行 联合国在会中发布全球干旱快照报告 市井全人类全球各地干旱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正在增加 进入前所未有的紧急状况 报告指出全球平均气温若能控制在摄氏1.5度内 受干旱影响人口为1.2亿人 但若上升涉事三度 则将有1.7亿人遭受极端干旱影响 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指出 旱灾不再是特定地区才有的问题 世界各地都深受影响 例如欧洲2022年土壤退化河水见底 受汗勤影响的面积约63万平方公里大 相当于意大利和波兰的面积总和 美国加州中西部都发生严重干旱 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建议 农地改采水分能直接抵达作物根部的 微灌溉系统 BBC也报道 人类面对暖化若再不做出积极改变 到2050年全球将有高达75%的人口 都会遭受极端干旱冲击 大爱新闻 武贵真编译 也是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 各地的冰川融化速度变快了 洪水还有干旱交替的情况下 造成严重缺水的问题 像是位在中印边界 有小西藏称号的拉达克 当地这年平均的降雨量 只有50到70毫米 可以说是非常的少 而当地农民他们世世代代 都依赖冰川的溶雪来进行灌溉 像是印度经典电影《三个傻瓜》 其中一位主角 他的原型就是出生在拉达克 而且他是一位工程师 之前他就设计出了人造的冰川 在干燥的季节也可以派上用场 不止是造福当地的农民 更是成为拉达克著名的地标 广阔山谷中 赫然出现雪白圆锥体 被昵称蝙蝠塔的美景 其实是人造病川 更是当地人的生活泉源 我们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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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位于中印边界 喜马拉雅山区的拉达克 年均雨量不过50到70毫米 素有寒冷沙漠的称号 前面它至少是很短的 现在你不知道 它可能会有一个灾 它可能会把你的田野和田野 然后它可能会被灾伐 气候变迁下 冰川快速消失 威胁当地依赖农雪 本来就脆弱的农木叶 多亏了经典电影 三个傻瓜主角原型 出身本地的工程师 望楚客的巧思 来自冰川溪流的水 用管道连接到地地 会因为水压喷出 并在春季末期 寒冷的空气中快速解冻 逐渐累积成高30公尺的冰塔 解决4到5月 关键播种期无水可用的问题 人造冰川不只年复一年造福农民 还发展出争骑豆艳的 村季冰塔大赛 网旅游业发展大有可为 更能抑注急需的资金 因为 这种的自然的河流 这种进行或技术 气候变迁 无法只靠工程来被动解决问题 投入更多资源调试并持续减碳 令人屏息的美景 才不会成为一目上的主意 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真的 减碳是减缓暖化的方法 另外做环保也可以达到爱护地球的效果 为您介绍高雄的环保志工朱玉云 他投入环保回收有十多年时间 平常在电子公司上大夜班 每回下班他不急着是回家休息 反倒是把公司收集来的回收物 拿到环保站里头仔细的分类 就算几年前他罹患了癌症 刚刚从医院治疗好出院 就急着要做回收了 因为把握时间 他说生病期间更可以体会到人生无常 所以更要把握当下 及时的付出才不会浪费生命 你这宿交代到这么多了 宿交代就是有时候是同事给我的 一下夜班63岁周玉云急着做环保 你自己要去做吗 我做环保 他每次都来帮我收回收 他顺便收冬得款 上大夜班早上还做环保 很感受 我觉得休息真的是有点浪费时间 我希望我就是能做到失误说 分秒不空过 收完回收 他就到环保站做分类 我做环保你 是持继环保站陪伴我 因为我的孩子跟我先都在北部 所以我就可以有很多的时间来这边做环保 这个环保站我觉得好像是灵鹫山我们在这边修行 大家都能记得爱在这边一起工作 他就不错了 那我们的所有东西都在那边都在那边都在那边 要上班 要做 要给亚路 投入环保13年 不忘加环保观念带到公司推广 许多外籍劳工深受感动 我们这边有税末祝福 我会邀约他们一起来 过了半年他就把那个八宝洲的零钱拿来给我 说他要跟我一样要捐给大爱菜 成衣厂商赞宇慈祭一千件外套 他勇敢承担积极易卖 一放假 他就关心去那种进食堂的面首语的当中 他也会去那边 人成韵也会去那边 只要看到人就推销 在环保站看到什么东西 会充施的充断 他就再载载一大车载到慢慢满 对做环保他很认识而且非常投入 请做回收 很难相信他成罹患子宫内膜癌 他说把握当下分秒不空过 天天当快乐子宫 大爱新闻玄龄郑瑞平 刘静岭 高雄报道 帮助有需要的人也是渡人 在看到地震之后的援助行动 在尼泊尔西部 11月初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强症 死亡人数已经将近160人 是2015年以来死伤了最严重的地震 许多民宅倒塌 学校教室毁损的情况很严重 再加上当地的医疗落后 医院是没有办法应付大量涌入的伤患 在灾难过后 司机志工是陆续前往了灾区进行勘灾 以拜会当地的政府官员 了解政府还有民众的需求 并且勘察了学校毁损的情况 因此必须要尽快帮助学生来进行复学 目前计划好在冬天风雪到来之前 要在重灾区贝里市以及阿比斯科 远建两所小学 一共有16间的检疫组合教室 两所学校所需要的建材 经过20多个小时的运输 已经抵达了当地准备动工了 一见到有人来探访 学生是好奇又兴奋 这是村民临时搭建的教室 没有门也没有坚固的墙 唯一能够防风防水的 是盖在屋顶上的蓝色塑胶布 地震后教室里什么都没有 只剩一个黑板和几张椅子 但是能够上学 孩子的眼神有希望 有一些是团体呢 只是发塑胶布给他们 当村民自己来盖检疫教室 那有一些呢 就是用了一些木材竹子跟新板 来建检疫教室 那校方当看到我们 慈祭的这个组合教室呢 非常的欢喜 也非常的期待 慈祭是一约而来 上次相见时是地震后 第一天的开学日 当时就答应要在 冬天大雪到来前 盖好组合教室 那我们的组合屋呢 建材 目前是由兰比尼 那边 就是在那边准备 然后来到灾区做组状 也希望把兰比尼 赐过我们的一份爱 带到这个灾区来 去贝尼中小学 是当地最大的学校 将作为示范和教学组状的场地 秀出设计图 说明建材 组装简易又快速 一天就能够完工 但却是扎实又安全 这个屋顶将会是用三层的 就是最低一层是三甲板 然后中间这一层呢 是这个塑胶的这个海绵 然后最高一层就是新板 所以我们的屋顶又可以隔热隔阴 我们还买了比组合屋的墙壁还要厚的 就是10mm的这个墙壁 因为我们担心小朋友 在这边跑来跑去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把它敲破 然后至于我们的履窗呢 为了让孩子更安全 玻璃呢把它换成塑胶 志工说的教室和学生们画的房子 不谋而合 有屋顶有窗户 能够实现这个愿望的大货车 也已经从南比尼再买了建材 在安美计划银剑志工的护送下 颠簸近20小时的车程顺利抵达 图画中美丽的房子 也将会用最快的速度展现在校园里 大爱新闻尼波综合报道 学校教育呢相当的重要 不只是学习的领域 还可以交朋友学会待人接物 而在慈激教育之夜 还重视呢启发人的良知还有良能 上人在办教育的时候就强调 教之以理 欲之以德 就是说呢 教育不只要教导孩子呢 把书读好就好了 还要呢教会他们做人处事的基本道理 引导学生呢懂得尊师重道 孝顺父母 生活呢才会有规矩 到目前 慈激的教育呢已经完全化了 从幼儿园中小学到大学以及研究所 那么透过生活教育品格 还有人文教育的薰陶 慈激学生的表现 深深呢获得社会各界的肯定 此外在海外呢 还有多所的慈激人文学校 不只呢教授中文 同样要传授人文教育等等 来看到的是哦 马来西亚雪兰娥人文学校 最近呢举办了结业典礼 父母亲非常开心呢 看到自己孩子变得更有礼貌 也更懂事了 见证是人文教育的成果 人文学校举办结业典礼 家长受出担忧 不过在品格教育的熏陶下 也看到了希望 都可以看到她的电话 太好的行为上 怎样去做转变 成绩并非唯一正确的观念 让未来的人生路上 走得更稳健 喜欢她人教育我 行为 还有日式的道路 结果实际上让我学到了上台勇敢 礼貌 要做得更好 不要再让爸爸妈妈生气了 每个孩子都有与生俱来的智慧 教学乡长 老师也能够从中学习 分数固然是重要 品格教育永远是要排在第一 我现在带我的小孙子 我觉得她就是我的老师 用爱灌溉幼苗 期待有朝一日成为避孕他人的大树 达爱新闻 吕宝金 吕宝石 苏美玲 马来西亚报道 继续是学校跟地方文史做结合的学习课程 教育部举办的教学竹乐奖 昨天揭晓了 获奖的学校当中 高雄有三所的偏乡国中小学 还有高中得到了肯定 获得金纸奖的是山林区的 巴南花部落中小学 他们历经莫拉克风灾重生 把原住民的文化跟祭典 还有生命教育做了结合 展现了在地创生 另外六规高中是获得了 银纸奖的肯定 这所学校的课程设计 全部围绕在六规 让学生从在地的认同 找到了自己的根 真的是非常有特色 学生在巨大的桃花心目升降 攀得越高 看得越远 是跟大自然和谐的相处 另外一个是从学习的过程里面 培养自信 因为在刚开始我们在看这个树 我怎么可能到那边 但是我们一步一步教 它确实是可以上去 回到教室内 老师已经准备好剧本 从实境角色扮演 激发学习动力 有些让他们加强他们的阅读理解 跟逻辑判断 在地底下经过挤压 挤压就会有反正热量 而走出校园 来到六规地标十八罗汉山 除了介绍文史 也上起了自然科学 自然界景观没有那么平 你要有凹凸有致 了解自然人文 师生也一起到山林庄园 描绘家乡的美 来这边彩绘 然后更多认识我们的家乡 深耕下来 融合在地的教学方式 这里是高雄六规高中 它不仅是偏乡学校 还是极偏 但今年这所学校 入选被誉为 教育界奥斯卡奖的 教学卓越金职奖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 爱他的家乡 然后从这个家乡 去寻找所有 可以学习的素材 我小时候也受到 很多人的照顾 我也想要回来 就是为大家服务 他们也都是我的老师 坐落在美丽的山林 六规高中让年轻人 愿意留在家乡的校园服务 甚至吸引都市来的学生就读 身怀自己的特色 天乡也能出头天 大爱新闻 翁崇恩 郑瑞萍 高雄报导 更多新闻讯息 敬请锁定 晚间七点播出的 大爱爱新闻 我是林国新 感谢您的加入 我们明天再会